今天呢 由我来跟大家做这个品牌的经验谈的分享 那我是圆亨JPE的土匪心 大家可以叫我斐心 接下来简报我们会分成四个部分来跟大家做介绍 第一个部分是Who is JPE 第二个部分是企业面临的挑战 第三个部分是我们企业我们品牌的升级 第四个部分是我们未来的展望 谁是JPE呢 JPE是一间专门在研发制造还有销售生产 专业的仪表管罚件的一间公司 我们公司创立于1982年 至今已经将近有40年的历史 这是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成立的第三座厂 合发厂 公司在销售的产品啊包含了一些仪表接头 或者是管罚件的配件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产品应用的领域包含了电子半导体领域 还有工业气体 电子电力石化石油天然气的部分 在这两年里面我们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挑战 那为什么会做品牌呢 其实起因于将近是十年前的部分 公司其实得到了一个国际知名大厂的一个肯定 他们希望来跟我们谈一个收购的计划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重新去思考了 我们JPE经过我爸爸还有我哥哥这样的一个沟通 我们去想想我们到底要不要卖这间公司 这间公司对我们来说到底是什么 JPE对我们来说是有感情的 但是我们在这几年里面 十年前也就是三十年的JPE 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好好去经营它 去爱护它 去装点它呢 我们去想卖我们这些小零件的公司 到底需不需要有品牌 那在这几年里面 我们是不是只要产品好专注于品质 我们的生意就会好 那我们的市场是不是真的只要专注在台湾 还是海内外的市场 我们通通都要股 我们是不是想要耀身成为国际上的一线品牌 我们做了大陆的市场 是不是价格都不会好 我们只能竞争 我们只能在红海市场里面去做一个竞争 这些都是我们在思考的事情 其中我们又想到了 在做这些品牌的市场 是不是只有国际知名的大团队 他们有团队才可以去做这些品牌的工作呢 我们还面临了一些挑战 在一代跟二代的沟通中间 成本是降不下来的 但是价格却一直抬不上去 我们该怎么办呢 新一代使用者开始出现了 就有的方式在传播的方式 或者是传递知识的部分 好像已经渐渐的在新一代里面 没有办法被接受了 那又该如何是好呢 所以在经过了种种的 怎么办怎么办 为什么为什么 生意不会好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们做了一些的沟通 然后我们把企业 我们希望去做企业内部跟外部的一个升级 所以我们归纳整理出了这两个大部分 其中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比较有相关 也就是品牌的升级的部分 基本上在内部 我们希望去做品牌的优化跟重整 还有添购新的一些营销的工具 还有营销的模式 我们希望去把它加进来 或者是升级的部分 在外部 我们希望保护我们的商标 保护JPE 我们去打架 禁止这些山寨产品 不要再让它在市场上传播散播 我们参加一些国际专业的展会 我们有效的去营销 去经营我们公司 最后我们去完善我们的经销体系 有了这些发想之后 我们刚好透过我们一些友人 转转的了解到了 这一个台湾品牌药费计划 于是呢 我们就也透过这个计划 认识了我们的管固公司 何方共创 开始来告诉我们 诶 品牌改造的过程 大概可以做为哪一些事情 袁亨 也就是JPE 他原本的底子 是有怎么样的一些条件 可以去做的 那也因为他们告诉我们 这个内向的害羞的台湾人 你们是有很多优点 只是你们自己不知道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对自己开始有信心 觉得我们好像可以更好 我们好像可以做的事情 非常非常的多 何方协助我们在一刚开始 就做了一个工作坊 workshop 去做了品牌基础调性的一个讨论 也去做了竞争对手的调查跟分析 然后透过我们自己内部的共识群 去了解我们到底是谁 JPE到底是什么 不单单JPE只是老板喊出来的JPE 也不只是老板自己心目中的JPE 而是核心主管 基层员工 大家心里面的JPE到底是什么 我们重新整理 重新梳理之后 我们产生了我们自己的核心价值 深入的执行到员工的心理 然后产生我们的企业文化 那我们也在这样的书里 重新建立我们新的品牌识别的时候 我们透过展会的推广 自媒体的营运 电子报的发行 还有我们的场内的导师系统 或者是一些营销的系统化 去介绍给我们的客户 也就是对内部跟对外部 我们在这两年的品牌改造计划的过程里面 我们都做了 接下来带大家看看JPE的JPE 其实JPE的JPE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是非常的专注在台湾上的市场 所以非常多的形象海报 或者是非常多的印刷的logo 印刷品上 大家都可以看到 其实JPE它是服务在一个台湾的上面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看到 我们是一个 这个 这是我们早期的logo 甚至于我们也把台湾给放上去了 那我们那个时候就说了 我们是小街头大能量 我们也只做台湾的第一 但是在经过这两年的打造里面 我们想要做出的不仅仅只是台湾第一 我们也希望我们可以晋升到国际上的top five 这是我们新的形象 新的JPE 不一样的JPE 但是我们还是一样保佑我们JPE原本的调性 这是我们新的一些品牌印刷件 然后不仅仅只是JPE放上去 我们也把我们的品牌 把我们的产品给凸显出来 这是我们简报的材料 还有我们展会的形象 那JPE其实在后面我们会提到 就是经过这两年的一个改造品牌的部分 我们分了大概六个不一样的一个产出物 可以来告诉大家 我们到底做了哪一些特别的事情 其中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新的IP 新的小玩偶 那这个东西是在我们工业品里面 在传产里面 很少很少有人去做的事情 那何方也帮助我们 做了一个品牌的训练会 让我们的员工内部 他们对这个品牌 重新梳理后 重新打造后 有了新的一个认识 在我们品牌升级的第一步呢 我们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刚刚讲的工作坊的部分 除了工作坊以外 我们去了解了JPE到底是谁 我们也去做了明确的市场上的定位 我们聚焦去了解说 我们今年 我们这两年 重点了行业的发展的情况 我们也去分析了我们的竞争对手 然后去了解他们近期的发展 他们的优势 然后与我们的机会 那我们也在国际市场上 重新去定位我们JPE的角色 跟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 最后我们也去 其实做品牌 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 想要有一个品牌溢价的一个效应 我们想要去重新开发 我们过去没有注意到的客户 所以我们这一次 也重新确立了 我们开发了目标市场的 一个优先顺序的定位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们在一个共事会的一个状态 连我们的核心价值 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 是左边这样的照片 我们也都是大家一起去讨论的 那我们对于市场上 国际市场上 一些跟国际大牌 去做一些比较上的情况下 也都是大家一起去讨论出来 大家把我们的定位给重新归纳 这是我们对于竞争对手的一些分析 那其实透过这样的分析里面 我们发现了 咦 JP其实好像没有那么差 好多他们有的专业的认证 行业上的认证 其实我们也都有 那这些我们没有的 我们是不是也做得到呢 所以在这几年 除了品牌的梳理 品牌的更新之外 我们公司又投入了 另外一部分的资金 去做了一个产品的认证 发现奇怪 这些认证 以前我们都不知道要去拿 可是实际上我们去做了 我们真的都做到了 在这样明确的市场定位下呢 我们发现 百年大厂 他们可以做到的事情 他们有很成熟的销售通路 然后他们也有新产品的创新 他们有非常成熟的 市场销售的工具 或者是通路 或者是活动 那实力型的品牌 他们好像大部分都是 在亚洲的韩国 跟中国的一线品牌 那他们的研发 还有制造的实力 其实都跟欧美大厂 十分的接近 那低价的品牌 可能就是一些中国 或者是印度的一些 低价的品牌 那他们价格 虽然非常有竞争力 但是他们相较来说 品质非常地不稳定 那在这些百年的 知名大品牌里面 他们有一些事情 是我们这边可以做到的 或者是我们的优势 我们的机会 也就是他们的交期过长 他们的灵活度 其实是比较 没有那么有弹性的 那像我们自己呢 就把自己定位在 这个实力型的品牌 也就是CP值很高的品牌 我们的知名度虽然不高 我们的网络销售资源 虽然有限 但这些都是我们 可以努力的空间 那因为我们 也比较有灵活度 我们也比较有弹性 所以我们也希望 在这样子 去在这个国际市场 这样的大饼里面 去占领这样的一个 角色跟地位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建立了一个 快速精准的Sales Talk 然后我们去告诉 我们的业务团队 在经销商领域开发上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执行 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其实做了一个 技术知识的转化跟利用 其实相信 在萤幕前 电视萤幕前 非常多的一个朋友们 同路人 大家应该都有一个痛点 也就是B2B 或者是制造行业里面 其实有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就是技术的传承 或者是技术的交流 非常多富职辈 或者是老一辈的师傅 他们其实给的一些知识 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 做书面化的传承跟传递 非常多的东西 都是口耳相传 那GPE在透过这一次的品牌 重新改造的部分呢 我们再去做了一个梳理 那甚至于把我们这一些测试标准啊 或者是我们的技术 技术知识的部分 我们透过电子报 或者是动画 甚至于是网路上的 GPE小学堂的部分 去做展现跟呈现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每一个月 都会发的一个专业的电子报 那我们同步也拍了一些技术类型的影片 也就是小学堂的部分 那像这些东西 其实在这两年疫情的关系啊 因为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拉远了 其实这些东西都变得非常非常的好用 当在产品安装使用上有问题的时候呢 其实只要告诉客人 我们在YouTube上有相关的频道 然后有相关的点击的方式 你们可以去连结 可以去参照 那这些东西其实就不需要人 亲自到现场去教学或者是示范 那我们也用动画的部分 将工业品比较冷冰冰 比较死板的一些行业标准 或者是产业标准 去做一些说明 另外的部分也就是因为 希望拉近这一段的感情 那所以我们去做了一个自媒体的营运 那包含说我们做的有像FBR或者是YouTube啊 又或者是中国市场比较常见的微信公众号 腾讯视讯这一块 那又或者是我们今年即将要导入了Linked的平台 那这些东西为什么我们要做呢 其实是为了要顺应新一代的这些使用者 他们的生活习惯 那另外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利用这些新的载体来发生 那以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这些东西都可以重复重复一直在播放 那也可以这样子再继续宣扬我们JPE的一个理念 然后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品质 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技术 不仅仅只是对内的传承 也是对外一个知识性的传播 增强我们跟用户之间的一个互动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FB 然后还有我们的YouTube的平台 那在这个平台里面啊 其实我们放的不单单只是我们一些小学堂的部分 我们还包含了我们的客户阵员的部分 又或者是一些测试的方式 那这也是我们的社群媒体的一个平台 腾讯视频 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部分 针对整个大陆的市场 另外我们刚刚也有看到啊 其实我们创了这个领域这个行业的 首先我们第一个做这样的事情 也就是IP的应用 我们去做这件事情是因为 其实大家如果有去工业展看 其实大家都是showgirl为主 那除了showgirl以外 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吸引其他大家的目光 所以我们去做了这样一个IP的一个效应的一个公仔的一个形象 一个吉祥物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变成了一个展会上的焦点 其实很多人会因为我们的吉祥物 然后我们的真Q妹或者是我们的五法姐 认识我们吸引过来到我们的摊位 发现原来你们就是JPE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对于这很可爱的公仔啊 或者是很可爱的吉祥物 有非常好的印象的时候 其实他们渐渐的就会跟我们连结出感情 这是我们利用真Q妹跟五法姐 做出来一些贺卡 那我们也去结合一些公益的公益活动 然后去做一些合作 包含说像我们做一些偏乡小学的一个送米的计划 或者是一些检课本的计划 那这个是我们今年在做的一个雇主品牌 一个检课本计划 那主要是鼓励我们的员工去做一个在职性进修的动作 另外又来到就是刚刚有提到 其实这两年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大家要来到台湾 或者是要到各地去出差 就是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我们去做了一个房场的体验的部分 那在这房场体验的部分 我们就是采一个 也不是说线上 但是我们就是把它录成一个影片 然后利用这个工厂导览的影片呢 去告诉大家 介绍给大家 JPE的公司到底我们做了什么 那我们到底有哪里不一样 那也因为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 我们盖了我们的核发新厂 同步呢 透过了这一个品牌的改善计划 我们去有效地去执行了 我们一个品牌的导师系统 我们公司的导师系统 那以这样的情况呢 统一我们的导览路线 让客户更有效率地了解 这间公司 他们的工厂 他们的资格到底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导师系统 那接下来为大家播放一下 我们公司的工厂导览影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Founded in 1982 JPE specializes in the R&D production and sale of instrument valves fittings and related products As a brand that focuses on quality and efficiency JPE has set high standards in managing its production process We are about to give you a comprehensive tour of our factory JPE has achieved ISO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with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manufacturing operations from raw material inspection to product shipping JPE ensures traceability with detailed records During the pre-production process JPE utilizes precision instruments to verify the quality of raw materials and the accuracy of product specification We cut the raw materials automatically and conduct inspections to ensure the products are of the right size JPE has introduced automated production equipmen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products The processed products undergo strict testing and ultrasonic cleaning in order to meet our high standards Our factory is also equipped with a class 10,000 clean room where cleaning assembling of components and other processes can be conducted in a hygienic environment and meeting our customers specified working conditions The clean products are fully inspected and marked with unique individual codes based on different product categories components that pass the inspection are assembled and put through a pressure test A helium mass spectrometer is also available in the factory if our customer requests for a low emission detection test In addition JPE factories have cryogenic storage tanks that can carry out low temperature testing based on customer requirements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all manufacturing and inspection processes the batch manufacturing records are filed the products are packaged and stored in the warehouse awaiting shipping JPE operates with practical trustful precise sustainable business philosophy with strict product quality control JPE takes pride in the success and business longevity of our clients turn pressure into power 我們謝謝大家 跟我們一起看 這個工廠導覽的影片 那其實在這個影片 對我自己個人來說 是有非常深的一個 情感的連結 原因是因為 我爸爸也就是 第一代老老闆的部分呢 其實他在看到 這個影片之前 很多東西他看到 他都是覺得 有啊 我們有做 我們有做 我們可以做 我們有 但是在這些東西 在這個影片裡面呢 我們就把它串聯起來 串聯完之後呢 拍攝完的成果 給他看之後呢 他其實有不一樣 對自己品牌的一個認知 原來是 啊 JPE是可以做到這麼好的 原來JPE看起來 真的有國際上的 素養的樣子喔 這是一個 一代的老老闆 對於我們二代的一個肯定 那當然在這個 疫情的期間啊 我們也除了 除了一些海外的客戶 他們沒有辦法來做 參訪之外 因為台灣相較來說 疫情是比較穩定的 情況下 我們也是有一些 台灣的客戶 來做一個 房廠的動作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樣的房廠 其實通過有效的一個 動線的一個規劃 或者是導師系統的 輔助情況下 其實這樣的房廠是 更加有效率 客戶也會更加了解說 你們這一間公司 是比較有系統化的 不是雜亂無章的 接著來到我們的 經銷體系的一個建制 其實坦白說 為什麼會做品牌呢 做品牌其實有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其實就是希望品牌溢價 那我們為什麼要建立 這個經銷體系 那其實就是因為我們希望要 聚焦我們的市場 開發優先順序 然後還有每一個地方 要開發的一個策略的共識 那我們也希望可以解決 我們開發市場上 這個流程 並沒有被系統化的問題 最後我們也希望 讓我們的 每一個在地的客戶 他們都得到一樣的 服務跟支援 所以我們也建立了 商業夥伴 他們的培訓標準流程 跟培訓計劃 這是我們一個 流程建制的一個 流程圖 還有我們搭配的 各類的表單 包含說我們的培訓計劃 我們的授權書 或者是我們一個 Contract Checklist 最後來到我們 關於JPE未來 到底會怎麼樣呢 我們會希望 在我們提升了 我們的品牌識別之後 我們的團隊會更有榮譽感 更加有自信 可以像我今天這樣子 就是很 坎坎而談的 跟大家介紹我們JPE 然後我們希望 有非常清楚的定位 可以對外跟對內 都有效的去溝通 我們JPE到底是誰 產生一個企業的文化 去傳承這樣的擬聚力 我們也希望 我們建立更完善 更完整的一個資料庫 不斷地把我們的知識 在網路上傳遞 給外部的客戶 或者是對內藉由小學堂的部分 繼續傳遞這些師傅們的知識 我們也希望可以繼續 去努力地培養 提升我們的人才 也就是所謂的雇主品牌 剪課本的計劃 那我們也希望 我們可以繼續投入公益 然後回饋社會 這個突破 這兩個字看起來 有一點突兀 實際上是 2019年前面有提到 2019年的時候 我們公司蓋了一個新廠 核發新廠 那在那時候呢 有一天我們老闆呼喊 接到一個電話 他說 欸 圖總 圖總 請問一下 我這邊有一個老師 想要寫一幅字畫送給你 請問一下你有沒有心裡 想要做的什麼事呢 那也因為十年前呢 有一個國際知名大廠 來找我們要談一個 併購的計劃的時候 我們老闆忽然想到的是 過去我們只針對在台灣的市場做 那現在呢 我們可以做到什麼 我們老闆喊出了突破這兩個字 於是呢 在2018年2019年的時候 突破這兩個字 就是我們的中心思想 是我們的企業指標 那我們希望 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傳承突破 要去做一個銜接跟平衡 一代的東西 還有二代的東西 我們要去怎麼樣的 守住就有的東西 然後用一些奇思妙想 來傳承來符合 因應現在這個時代的社會 我們也希望我們的成員 能夠互相信任 分工明確 然後利用中心學習 這樣的態度 這樣的角色 來讓我們的企業文化 得以繼續發展 最後專業的事情 找專業的人做 這是我們團隊的力量 團隊的力量大 最後謝謝 也歡迎大家來認識JP 這是我們FB的一個QR Code 可以歡迎大家可以掃這個碼 然後來關注我們 謝謝大家